一龙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生日吗 不要 当然啦 林先生花费了好大的心思呢 程小姐 你能感受到林先生对你的一片爱吗 维他 上酒 把你们这里帮人的拿费都拿过来 一龙 谢谢你 月雪 咱们的结婚太仓促了 我欠你的认识太多了 从现在开始了 我要慢慢地开始弥补你 你看你们两个秀什么恩爱啊 来 吃菜 吃菜 老公 我有个请求 你能让我爸妈一起来吗 你的生日你做多 可以 哎呀 既然他父母要来 那就是你们家宴 林先生 我就不打扰了 随后呢 我让小的们送点礼物 给程小姐 那我就告辞了 谢谢梁先生 这些都是梁先生送的 这些都是梁先生送的 梁先生送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妈 我治好了梁先生的女儿 什么 你治好了梁先生的女儿 就是那个遭车祸变成植物人的 你治好了一个植物人 哎 妈 你还记得吗 别人公司以前研制了一种药 据说可以让植物人思想 林一龙 你该不会用这种药了吧 真的 肯定是这样 林一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绩效笔 她现在在医院干保洁 她哪有这种医术 还不是照着咱家的药 也是 林一龙 你治好了她女儿的病 她给了你多少报仇啊 妈 你没有报仇 什么 没有报仇 不对吧 你是不是想独推啊 姓林呢 我告诉你 没有我没成家的药 你凭什么治好梁家女儿的病 这一切都是我没成家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 哎呀 妈 真的没有报仇 但是啊 梁先生说了 能够帮我做点事 于是啊 我就让她准备了今天的这场生日宴会 怎么样 妈 不错吧 什么 你分钱的报仇不要 你就让她给你准备了这个生日宴会 林一龙 你脑子有病啊 你是不知道啊 林一龙 梁天霸是个什么人啊 只要你一张头 两三个亿都不成问题 你就要了这个生日宴会 我觉得挺直 妈 这不就是梁先生送来的报仇吗 蠢货 我看看梁先生送你什么东西 哎 梁先生居然送了一辆宝马车 有什么好激动的 至少能要一个亿 就换了一辆宝马车 很高兴吗 哼 败家玩意 算了吧 至少还有辆车 这车给你爸开 你爸是咱家的脸面 你懂不懂 爸又没工作 他开什么车呀 哇 这是劳力士吧 哇 真漂亮 这表啊 给你爸带 妈 这是人家梁先生给一龙的 什么 是一龙用我们家的药 治好了梁先生的女儿 这表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哇 您会西装 您用孩子 别弄脏了 回头我把它卖了 梁先生送的肯定卖个好价钱 妈 别说了 就这么定了 走 看看我们的新车去 走 啊 宝马 陈大鹏就有一辆 要一百多万呢 陈大鹏那一辆是低配版 这辆是高配版 这辆最少取下 也得二百多万以上 哎呦 比陈大鹏的还好 当然啦 梁太爸送的 低配他也拿得出手 一个亿换了一辆车 你可真会做生意 是啊 林一龙 你用我们家的药 治好了梁先生大女儿的病 结果就要了一个生意烟味 你可真虚荣啊 这车是你能坐的吗 滚一边去 妈 这车是送给林一龙的 是咱家的药 救了梁先生的女儿 不是林一龙救的 林一龙 你没有资格做 滚一边去 那你让他怎么回家呀 最好别回家了 我看见他就烦 走 别理他 别去 爸 你怎么能把他自己 扔在这儿呢 不用理他 让他自己走回家 哎 一龙 你来啦 你还知道回来 你看看几点了 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价 你怎么回家 乱乱酒店附近不好打车 我走了两里地 才打到车的 活该 你要是有能耐买辆车 还需要打车吗 妈 那辆车是来天妈给一龙的 是你抢走了 你给我闭嘴 我说的不清楚吗 那辆车是咱家的 要不是咱家的药 梁天爸知道他是个什么玩意儿 妈 别说了 林一龙 把这件衣服放好 一会儿张伟过来拿 不是说卖了吗 怎么又让张伟拿走 我不想卖了还不成嘛 张伟穿的高档衣服 是他是做生意的 难不成 让你穿的这个衣服 去炒厕所 你讲张伟 每天给家里送多少东西 你就知道在家里吃饭 你给家里吃饭过什么 妈 你这样做也太贪心了嘛 这件衣服 也是两天爸送给林一龙的呀 我再说一遍 这是梁天爸给我们成家的 跟他林一龙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想怎么处置 那是我的事 妈 行了 不就是这衣服吗 我告诉你林一龙 待会儿你要亲自把这衣服 送到你妹夫手里 什么 我还要亲自送过去 那当然了 这表示你对你妹夫的尊重 都是女婿 凭什么要尊敬她 妈 那当然了 这女婿和上门女婿能一样吗 一个是照顾咱家的 一个是吃晚饭的 她俩不一样 妈 我来了 你看我给你拿了啥 全是你喜欢的好东西啊 呦 正好这套西装 叫林一龙一四五七呢 哎呦 这西服看着不错呀 还叫阿玛尼的 我得我试试 我试试 好试试试 哎呀 这西服好呀 真是西服啊 怎么样了 哎 有点大 有点大 没事 我拿我一改改 我改改又能穿 好 好 这西服好 林一龙 你傻站着干什么 抓紧找个带子 把你妹夫的衣服装起来 哎没事没事没事 妈 你看我姐夫穿的那一身破破垃圾的 我这一身呢送给我姐夫了 哎呀 还是你小赵心眼儿这么好 林一龙 还不谢谢你妹夫 林一龙 还不谢谢你妹夫 林一龙是拿了我的阿玛尼 还让我谢谢她 哎呀 没事没事没事 妈 都是自家人 何必这么客气呢 妈 我走了 明天啊 请您吃大餐 好啊好啊 好 慢走啊小赵 好 林一龙 你怎么这么窝囊呀 你的东西 为什么要给别人呀 没事 车盒表呀 我用的也不多 再说了 给爸妈用 又不是外人 他们对你怎么样 你都知道了 我知道 但是他们是你的爸妈 我对他们好点 是应该的 行 你把车盒手表给爸妈 我不说什么 可是你的衣服 为什么要给张伟呀 张伟拿走的衣服呀 未必是好事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等到明天你就知道了 哎 还跟我玩神秘呀 好困 睡觉吧 你睡那儿挤不挤啊 不挤的 挺好啊 好 那你就一辈子睡那儿吧 哎 老婆啊 这儿挺挤的 我能不能 不能 哎 都过来看看 快看看 这人衣服改完了 怎么样 帅不帅 全身多了吧 是不错呀